为了更好的管理网络 特别是管理有关安全的这个议题 大马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MCMC昨天就宣布 凡是拥有超过800万用户的社交媒体 或者线上通讯平台 在来临的8月1号起呢 就必须向我们政府申请营运执照 而且在明年起强制执行 换句话说 明年开始在大马运营的社交媒体 还有线上通讯平台 如果没有执照的话呢 就会被视为违法 当局可以援引通讯及多媒体法令 来对违法的单位采取法律行动 那MCMC还提到 这项新的监管框架 也符合内阁的决定 那就是要社交媒体 还有线上通讯平台 在营运的同时 也符合大马的法律 那这样就能够打击 涵盖网络诈骗 霸凌 还有对孩童性暴力 等等的网络犯罪 不过MCMC也澄清 新的框架 只是针对那些 符合申请营运准证资格的平台 并不涉及用户 而目前已经达到门槛 必须申请营运准证的 社交媒体平台有八个 分别是面子书 Instagram TikTok YouTube X平台 Telegram 微信和WhatsApp 那如果期限到了 这些社交平台 还是没有申请执照 那政府又会采取什么行动呢 副首相阿姆扎西 今天出席活动之后 就告诉媒体 如果这些社交平台 拒绝遵守MCMC的指示 不愿意申请执照 那政府呢 就会从明年的1月1号 开始执法 让那些不愿意配合的 社交平台 停止在我们国家 继续的运营 阿姆扎西也补充说 社交平台申请执照 是有必要的 来确保没有人 会利用虚假的账号 制造一些不必要的 负面印象 影响马来西亚人民的 安全和安宁 那针对有人质疑 政府落实的这项新规定 是为了排除异己 打压那些批评政府的声音 扎西除了否认这些指控 还反问大家 为什么要害怕 以真实身份 来使用社交媒体呢 同时扎西也以其他国家为例 那比如中国 也落实了一个用户 只能拥有一个 社交媒体的账号 而新加坡也规定 社交媒体平台 必须得到注册 以确保网民 对自己发布的 所有贴文负责任 阿姆扎西的意思就是 新政策的执行 是为了要确保网民 对自己发布的贴文 负上责任 而不是丢了石头 就把自己的手藏起来 阿姆扎西形容说 这是懦夫的行为 他就提到 最近国内不是发生了 那个网络霸凌 导致他人死亡的事件吗 他说那件事 让人感到非常悲伤 尽管已经有人 被控上法庭 不过我们现有的 法令和刑罚 还是太轻了 扎西认为 大家不能责怪法庭 但这件事是反映了 我们的法令 现在的法令 是必须要修改的 才能让那些霸凌者 得到应有的惩罚 对于政府的 这项新规定 马华副总会长 黄日生就有意见了 黄日生他就担心 这项新政策 会遭到有心人士的滥用 让政府用来打压那些 和政府有不同意见的 异议人士 除了担心 这会影响 大马的国际形象 黄日生也认为 现有的许多法律 已经足以管制 社交媒体平台的 安全问题 在他看来 政府反而应该要 加强执法力度 确保现有的法律 可以有效执行 而不是通过增加 新的限制 来掩盖执法不利的问题 感谢观看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